第三百一十八集 掌嘴 死死压制着任启云 夜晨大声喝倒 任启云冰冷的毛子满是血丝 他不屈 但是又有什么资格 他抵挡不了眼前的这个青年啊 休想 夜晨毛子冰冷 一步跨出 直接一掌狠狠拍出 一巴掌无比清脆 狂暴之力 直接让任启云吐出了一口鲜血 狼狈到极致 任启云反应过来怒声道 我是洛剑宗的长老 你 话还没说完 夜晨又是一巴掌删除 这一巴掌 任启云的牙齿全部吐了出来 大口大口的鲜血 猙獰释放 别扯什么洛剑宗 就算宗主在此 董我母亲也是死 随后 夜晨又是一巴掌轰出 这一巴掌直接把任启云的脸颊打成了变形 更是扇飞了六七米 撞在墙壁之上 墙壁轰然倒塌 夜晨之怒 谁敢承受 三巴掌 任启云几乎已经介于生死之间 甚至昏迷了几分 这么没用 夜晨来到任启云面前 五指扣住他的脖梗 高高举起 猛地砸下 想死 没那么容易 惊天巨响震颤天地 任启云血肉模糊 苦苦呻吟 不 不要 夜晨 我不会放过你的 任启云撕心裂肺地嘶吼了起来 一阵阵撕裂声在红霞当中蔓延而开 惊心动魄 夜晨一脚直接踹出 任启云瞬间鲜血暴然 世界安静了 所有人看着这一幕都恍如梦中 夜晨也太恐怖了吧 而且几乎是以碾压之势 斩杀这么一个强者 任启云的实力 虽然不是洛建宗最强的 可也不能小觑啊 但是如此强大的存在 就这样被夜晨疯狂碾压 那些目睹一切的洛建宗的长老都懵了 甚至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 他们的眼眸死死地盯着夜晨的身影 想要呼吸 却感觉一股无形的力量扼住了他们的咽喉 疯子 不折不扣的疯子 任启云此刻嘴里不断大口大口地吐出鲜血 他感觉自己的身躯仿佛都不属于自己了 他刚想说话 一只大手席卷而来 进风呼啸 又是一巴掌扇在他的脸上 他整个人再次被掀飞 不光全身是血整个脸都要扭曲了 他顾不上一切 从怀里取出了一颗丹药直接服下 丹药入口 受伤的身躯总算好受了几分 但是这时夜晨再次来到任启云的面前 这一刻的人启云 眸子中尽是惊恐 他慌了 真的慌了 关键他根本没有还手之力啊 这可是在华夏 不是昆仑须 为什么会有这种强者出现 夜晨没有继续动手 而是默默地掏出了口袋的烟 抽出一只 叼在嘴里 星火点燃 云雾缠绕开来 还有四巴掌 接下去你应该知道怎么做吧 夜晨淡默的声音响起 没有任何温度 仿佛天神的审判 任启云的双眸充斥着血丝 他一字一句道 夜晨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纵然你实力滔天 你也不可能凌驾一个宗门之上 昆仑须的洛剑宗 可是出了名的护短 你将我赏成这样 我无法完成弟子考核目标 宗主怪罪下来 你承担得起吗 整个京城 说不定都要因为你而赔罪 对着夜晨说完这句话 人启云目光灼灼地 看向江问天 江问天作为洛剑宗弟子 最有资格 江问天 这夜晨不懂昆仑须的规矩 你应该明白吧 洛剑宗宗主一怒 你觉得他能承受得住吗 还是说整个华夏能承受得住 江问天犹豫了几秒 他知道眼前事情的严重性 他虽然想杀任启云的心都有了 但是有些事情的确没有选择 夜晨固然能碾压任启云 但是他能碾压整个洛剑宗吗 洛剑宗百位强者 内门和外门 长老殿 宗主 老祖 这些存在都不是夜晨可以对抗的 如果为了一时的爽快 就让江家越陷越深 那才是真的得不偿失啊 现在事情已经不可控了 如果再这么下去 华夏武道界和昆仑须都会出大事 想清楚一切 江问天看向夜晨劝道 夜晨 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 你不了解昆仑须的一些东西 如果这件事被那些大人物知道 后果不堪设想啊 夜晨 听舅舅一句话 收手吧 但是江问天的话语 夜晨丝毫没有理会 烟雾包裹着夜晨 只能看见一双宛如恶魔的眼睛 收手 夜晨怎么可能收手 如果他在江道山多停留一天 事情会怎么发展 母亲跪在此人的面前 隐生生的被抽离灵根 灵根一旦抽离 可不是成为普通人那么简单 甚至有可能会死 母亲出事 江家被灭 这便是他夜晨的梦魇 他怎么可能饶恕 洛建宗又如何 别说洛建宗一个小宗门了 就算昆仑顶级的宗门来了 结果还是一样 他不懂昆仑须 他在昆仑须的五年 眼下解灵还须细灵人 佩蓉 你劝一下吧 一切要考虑大局啊 对了 你不是想要救出夜天正吗 踏入昆仑须在所难免 如果得罪了洛建宗 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虽然我也气不过 但是昆仑须的规则就是如此 江佩蓉听到这句话 眸子微宁 犹豫了几秒 走到了夜晨身边轻声道 陈儿 事情就这样算了吧 妈和江家没有出什么事 何况 你把对方伤成这样 差不多算扯平了 夜晨见江佩蓉来劝 掐灭了手中的烟 眼神缓和了几分 妈 你的伤如何 随后 他从轮回墓地 取出一瓶药液 对江佩蓉道 妈 你先把这东西喝下去 身体会好瘦一些 他能感觉到 母亲身上的伤痛 是强忍着的 江佩蓉接过药液 想说什么 但是话到了嘴边 还是咽下去了 他了解夜晨的脾气 一旦他决定的事 任何人都无法劝阻 不过他肯定有自己的考量 他相信自己的儿子 妈 这件事交给我来处理 我华夏夜家 不惧怕任何势力 哪怕昆仑须也是如此 有些威胁 如果不铲除 只会疯狂滋生 到时候我们便会万劫不复啊 说完这句话 夜晨向着任起云 一步一步走去 任起云 毛子微缩 想要后退 但是无形的威压 已经覆盖开来 夜晨 你不要一错再错了 你这么做 会害了整个 华夏五道界 任起云 已经退到了墙角 他的身上还在滴血 夜晨脚步停下 开口道 还有四巴掌 跪下 道歉 然后我亲自抽走 你的灵根和天赋 一眼还眼 以牙还牙 这便是夜晨的原则 任起云根本想不到 夜晨会想抽走 他的灵根和天赋 这是疯子吗 修炼者 一旦失去了这东西 和一个废人 没什么区别啊 但是他忘了 他也是如此 对待姜佩荣的 夜晨 你这是在为自己掘墓 只要你愿意放我走 我发誓从此以后 不再追究 这是皆大欢喜的局面 任起云激动道 皆大欢喜 夜晨淡淡道 对对对 我任起云说话算话 夜晨听到这句话 冷哼一声 苍龙幻身爵涌动 直接贴近任起云 周身进气包裹 然后五指再次 扣住了对方脖梗 右脚猛然爆发力量 极其强势 任起云的一只膝盖 直接被夜晨踩碎 任起云单脚跪下 啊 惊恐的声音响彻 我说了让你跪下 为什么不听呢 非要逼我出手 夜晨又是一脚踏出 这一次任起云的膝盖 全部碎裂 直接跪在了江佩戎的面前 还有四巴掌 你自己扇 还是我动手 任起云强忍住身上的疼痛 他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屈辱 但是眼下他根本没有机会反抗啊 他想到了什么 目光看向剩下的几位长老 冷声道 此子做出如此天地不容之事 你们还不出手吗 以你们的实力 设下落剑阵 必然可以斩杀此子 那几个落剑宗长老一听 知道事态已经无法控制了 唯一的办法就是落剑宗的落剑大阵 一阵之力可以覆灭一切 这也是斩杀眼前这个妖孽的唯一办法了 任起云怒吼道 更是嘴里吐出了一口精血 射了出去 快 以我的精血为淫 如果不杀此子 此子也不可能放过你们的 精血出现的刹那 那几位落剑宗长老 眸子透着严肃 不再犹豫 手指掐绝 腰间和背后的长剑齐齐涌出 悬浮在江家大院之上 几人齐齐逼出了一滴精血 精血和任起云的精血碰撞 隐约之间 竟然形成了一道血色的剑影 落剑之行 为天为宁 诛杀万千 真法之道 开 雨落 整个江家大院震动了起来 仿佛一种异象要降临于世 江问天见到这一幕 眸子仿佛瞪出来连忙道 不好 这是落剑宗的十大杀阵之一 夜晨 小心呐 此阵爆发的力量可远超人齐云呐 关键三年前 江问天亲自见过几位长老 动用此阵杀了一位神游镜的强者 简直不费吹灰之力啊 这下也沉麻烦了 小苦人 要吹死了 明镜需要神游镜的异点 录音 应该是地区影响的 太多草了 重量可远 重量可远 中心